大家好,這集有位錶迷叫我介紹上鏈錶 我今天第一站來到銅鑼灣大上海中鏢珠寶 輝哥和我們介紹三隻上鏈錶 輝哥有什麼好介紹呢? 有三隻,第一隻是Lolix Lolix?是不是炒款? 這個不用炒的 不用炒就不錯 這隻手上鏈 是 這個應該是哪一年的模特兒呢? 這個模特兒已經出了十幾年了 OK 強哥 唯一一隻是透底的盧律士 是呀 方形的機芯 是呀,一般大家都是物底的 看不到機芯 這副Lolix的機芯 加上一副方形的機芯 是呀,現在這個時刻來講 大部分的Lolix全部都是自動的 是呀,對呀 真的很難找到 大上海中鏢珠寶這裡有一隻 有興趣可以下來看看 這隻公價多少錢? 定價是十四萬四 好,十四萬四 不用炒的 不用炒的 是呀 白金來的 好,OK 好,OK 哇,白金 白金的Lolix 定價是十四萬四 哇,那真是可以考慮一下 OK 那第二隻 第二隻就是格拉蘇提 格蘇提 是的,格拉蘇提 那這隻有什麼特色? 那它第一個特色就是 三針一線 時分廟 還有一個大日力青 右手邊這裡就是一個POW RESERVE 是呀 那這隻是什麼物料呢? 是白金來的 OK,又是白金 哇,很漂亮的 一副手上領機芯 鵝頸微調 哇,今天 阿輝哥,你這裡很熱鬧 對呀 今天很多客人在這裡 哇,今天熱鬧 哇,很難得 現在這樣的疫情 還有這麼多客人 哈哈 哈哈 是的 那這個標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手動上年的標 除了鵝頸微調之外 那個擺子還是釘擺 哦,OK 是用最傳統的釘擺 還有手工價是最貴的一種 OK,那這隻Gazuti有多少錢呢? 定價呢 就是會貴一點點 因為這隻 白金 白金來的 239,000 239,000 那,很漂亮很漂亮的一隻Gazuti 三針一線 三針一線 這個呢,正正式式 德國風味 三針一線 加上的Big Day 對 沒錯 完完全全是百分之一百的德國DNA 是的 還是一個天文陀形症的基心 大家可以看到Cornometer 是的 OK 那,next 最後一隻介紹 這隻 Frank Müller 沒錯 大家心目中 Frank Müller 都是酒桶形的 不過 原來Frank Müller 就不只是酒桶形的 還有圓形的 是的 這隻圓形是紅金 是的 紅金錶 透底的 可以欣賞到 這副 哇 挑得很漂亮的 手上鏈機心 是的 對了 那,這隻Fank Müller 金錶有多少錢呢 哦 定價都是十一萬五 哇 十一萬五 再折一折 真是 好抵的 這隻應該是筍價 是筍價 是 六萬多 哇 那筍價 都要 如果大家有興趣 買一隻金錶 又要有名氣的 那這隻Fank Müller 都 大家都認識的 那 不妨下來看看 實物 是的 OK 那這集 就介紹到這裡 好多謝輝哥 多謝 拜拜 好,拜拜 大家好 這集來到這個 Sogo 瑞鏈錶行 Sogo 銅鑼灣的瑞鏈錶行 那 今天 六月放假 找來阿Man 阿Man 來跟大家介紹 這個手上鏈錶 看看他們有什麼介紹 阿Man 大家好 那今天 今天介紹兩隻 天梳手動上鏈的手錶 哦 OK 看看 先看看 對了 那 手動上鏈機芯 應該都是他們 ETA機芯 是嗎 是呀 是呀 他用回他ETA ETA機芯 64971 OK 那這隻 殼的尺寸 有多少呢 殼的尺寸 大約42mm 哦 42mm 大家可以看到 哇 機芯 腳底 都挑得 挺漂亮 OK 一邊有寶石 是的 一隻 杜金 一隻 鋼 是嗎 這個PVD 做了梅的金色 另外一隻是全鋼色 是 OK 那 工價多少錢呢 如果PVD 梅的金色那隻 就15600 是 如果全鋼的皮帶 黑色那隻 就是14550 OK 一萬4550 這隻 是的 另外那隻 金那隻 就15600 OK 這個工價 應該都有 少少折扣 有 有少折扣 是的 這兩隻 天梳的 手動上鏈 OK 另外 都想和大家介紹 另一隻牌子 又有幾隻 手上鏈的標 就是 Hammerton OK 那麼 哇 這個 這一款 很小的尺寸 Aman 這個 大概 約是36mm OK 36mm 這個 Case 很有復古味道 是的 他做一些復刻的 手動上鏈 比較小的 OK 那這兩隻 又有幾錢呢 如果皮帶 這一隻呢 就是 6950 噢 OK 6900 另外這隻 是 尼龍帶 的 6500 是的 是的 好 的色 36mm 的 復古 手上鏈 Hamerton 另外 這兩隻 這兩隻比較新一些 噢 新的 就是 細秒針 細秒針 是 它這個材質是銅 來的 銅 它後面 也是手動上鏈的機心 嗯 是的 如果銅系列 還有這個 全鋼殼 全鋼殼 都是手動上鏈機心 嗯 那它這個工價有幾錢呢 如果銅殼這一隻呢 就是 抱歉 銅殼這個是 11850 OK 那另外那隻 鋼的 就是9800 OK 那這個是 他們新的 collection 這個新的 噢 新的 OK 這兩隻 就是新的 手動上鏈機心 另外剛才 小的尺寸 就是 復古闊 是的 那 小尺寸一直都賣 OK 我們都很受歡迎 一直在補貨 是 那這集 就介紹到這裏 多謝阿Man 多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那這集和大家介紹些 手上鏈鏢 那這裏來到 專櫃 中標珠寶 Simon哥 和大家介紹四隻 不同牌子的上鏈鏢 Simon 是 大家好 現在呢 我就逐個介紹 好 去賴賴 好 8日鏈的 這隻8日鏈 是 上鏈鏢 嗯 那Panerai 都很經典 一看就知道 是啊 而且 8日鏈都OK 上一次 一個星期 不用動 是 嘩 一個星期都七日 八日鏈 對 上了 整個星期都不用管 這隻Panerai 8日鏈 工價多少錢 48,000多 哦 四萬多元 OK 透底可以看到一副 手上鏈機身 嗯 OK 那 另外 還有什麼介紹呢 這個呢 第二隻呢 就是IWC 對了 第二隻 就是IWC 手上鏈鏢 又是 看到 手上鏈機身的 OK 很美的一副 機身 那 那 這隻IWC 啊 工價有幾千呢 嗯 這隻鋼的 七萬元工價 哦 鋼的 七萬元工價 這隻應該都有 四十四mm 這就是啊 就是啊 這隻呢 比較大size 大size 嗯 OK 那簡單的 小秒針 嗯 OK 那都是一些經典的IWC 款 是啊 OK 另外 和大家介紹 第三隻 第三隻 嘩 JLC 這隻呢 大家看看 嘩 最薄的機身 是啊 分分鐘還薄過八雀那隻 是啊 一定的 是啊 這個應該是JLC的自家機身 是啊 是啊 那就是 金錶 金錶 那這隻JLC的金錶 超薄的金錶 又多少錢呢 工價十四萬三 十四萬三 這隻 啊 JLC的金錶 手上鏈 超薄 OK 那這些錶應該也有折過 有 哈哈 哈哈 是啊 你說錶之大運 一定是VIP價錢 VIP OK 沒買錶就已經做VIP了 嘩 這麼容易 哈哈 啊 西文哥真的會做 啊 這個呢 第四隻 就是 A-Lang 是啊 哎呀 你真是 嘩 這隻沒有人不懂 A-Lang 真的 如果你本身看這個機身 還有 真的 沒得頂了 是 也是透底 給大家 喂 西文搞錯了 這個手上鏈 你拿一隻自動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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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是啊 剛才搞了烏龍 原來那個 白金的 手上鏈 是賣了的 是嗎 哈哈 不要緊 現在 沒有白金 玫瑰金都可以 是嗎 好了 介紹另外一隻 也是A-Lang 不過這隻 就是玫瑰金的 OK 又是手上鏈機身 可以看到 好靚的 A-Lang 的自家機身 是啊 OK 那這隻有幾錢呢 這隻 這隻呢 公價18萬6 OK 18萬6 都是買它的工藝 它的機身 A-Lang 德國最出名的一隻 啊 牌子 OK 那 好 另外 最後一隻 和大家介紹哪隻呢 VC 哦 江斯丹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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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K 那這隻VC 這個Size 應該就小一點 應該38 OK 38 都是 這隻白金 白金來的 是的 白金 手上鏈機身 也是看到 透底 讓你看到 VC的自家機身 OK 那這隻白金的VC 有幾錢呢 十七萬一千 公價 OK 十七萬一千 這隻 OK 那有興趣的 可以下來 專櫃 專櫃 中標珠寶 啊 剛才Simon 剛剛跟大家介紹了 五隻不同牌子的 手上鏈標 OK 從幾萬 四萬幾 四萬幾 到十幾 八萬幾 哦 那有沒有四千幾 手上鏈 嗯 哈哈哈哈 四千幾 就太麻煩了 哦太麻煩了 現在呢 以前就有 現在呢 真的嗎 以前就有 四千幾 手上鏈 有 哦 那就是 那就是 它現在 現在要方便 就要自動 所以就慢慢 有很多牌子 就少出了那些 手上鏈機心 哦 原來是這樣 是 那因為有位標迷 就問我 叫我找些 手上鏈機心 介紹 嗯 所以就做了這一集 那很大 好多謝 西文哥的分享 OK 那 有興趣 整個手上鏈標的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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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那這個 我介紹這個 手上鏈鏈 來到最後一站 離窗鏈行 華哥就說 大家都介紹一些 藍裝的 手上鏈鏈 華哥這裏就介紹 幾隻 女裝的 是不是呢 女裝 好了 那 看一下先 哇 超級的色 多少mm呢 這個 27mm 哇 只有27mm 手上鏈 這個就是 總筒 是啊 那這個 是不是自家機心 哦 還要是自家機心的 OK 哇 這個復古味道 超濃 是 這些就是絕版的 絕版 還要呢 現在做半教 是啊 哈哈 是啊 現在公價多少錢呢 一萬一千多 半價 五千多 五千多 五千多元 這些 超級 復古的 這個 手上鏈 總統標 那這兩隻有什麼分別呢 一隻是 數字面 一隻就是 羅馬子 OK 那 純粹這個分別 其餘都是一樣的 鋼帶 都很耐 這對 這對 總統標 很適合 類似 另外有一對 有一對 手上鏈標 劉胸 很漂亮 都是 沙琴 手上鏈 基森 華哥 有什麼分別呢 一隻就是 珠花邊 金鋼 一隻就是 全金鋼圈 OK 那這隻 都是 應該二十六七mm 二十七mm 二十七mm 是的 沙琴 那 幾錢呢 這對 四千多元 現在 四千多元一隻 是的 OK 都很划算的 如果 有些類似 想找些 靈類一些的 由 手上鏈的 油油流胸 四千多元 都不知買什麼 是的 沒錯 真的瑞士做的 那 如果喜歡 因為很少的 是的 扭通基森 是的 因為現在 是的 剛才跟 尊貴Simon 都談過 現在很多牌子 都不做 手上鏈基森 尤其是小隻 哦 OK 是的 因為大家 貪方便 要自動 是的 沒錯 因為 因為手上鏈 天天要上鏈 或者麻煩 所以 漸漸地 那些牌子 都很少出的 是的 有就很貴 是的 所以變了 如果現在 市面上 還有些 適合你的 適合你的 都不妨可以 買一隻 草 是的 OK 在尼昌標行 這裏 就跟大家介紹 這四隻 手上鏈的 類章標 OK 多謝華哥 拜拜 大家好 這集 來到最後 我都要拿出 我自己 收藏的一隻 手上鏈基森 和大家分享 如果 一直有跟著我 YouTube Channel 都知道 這隻就是我 代理的 Paul Picot 早幾個月 我就在 Paul Picot 那間廠 掃了去 最後一批 用Lamania 機森 手動 上鏈的 錶 當時應該 就 還有30隻 那我就全部 掃了回來 也都拍了片 都 全部被我的 錶迷 買了 因為實在太划算了 當時 我記得 當時是做過 一個 好損的價錢 二萬幾元 買到一副 Lamania 機森 今時今日 Lamania 機森 屬於Schwarzsch Group 旗下 亦都是 補機 Brigade 專用的機森 很漂亮的 一副機森 對了 Paul Picot 早年 有 買下 一批 Lamania 機森 所以 套用了 在 這個 Paul Picot Collection 叫做 Technicum 系列 上面 我自己 都收藏 一隻 真的很划 很划 都收藏 因為 始終 機森 是有價 好的機森 價值 更加 現在 都很難找到 這副機森 我這隻 還要是新標 當然 都有 幾十個標迷 如果是 早 半年 已經開始 跟我Channel 那些標迷 相信 都 在我的 在我 都買了一隻 我有一位標迷 甚至乎 買了兩隻 一黑一白 真是 井到鼻 對不對 當然 好好的機森 當然 百汗 不厭 有空 拿出來 看看 透底 看看 這副 上年機森 的 動物 真是 一件 人生樂事 對不對 呢 這條片 我都順帶回應一下 有些標迷 一些 對我的 批評 有些標迷 就說 你經常都說 這隻標漂亮漂亮 多漂亮 多漂亮 其實我是想說 當你宣傳 一件事的時候 不說它漂亮 難道拿一隻標出來說 嘩好醜樣 好醜樣 當然 有些片 我是很詳細講很多 關於它的 spec 或者它的故事 亦都很多片 是短打的 短打的意思 就是說 我純粹是想 介紹一隻標 還有它有幾底 最主要是用價錢 去吸引 我的標迷 我覺得 如果你要買就買 如果不買的話 我講到 十分之詳細 你都是不會買的 你亦都不會因為 它是相差 100米防水而買 還是不買 或者是 因為我 講漏了 某一些 它的特性 而你不買 你買就買 不買就不買 所以那些 標迷的這些批評 我都當是廢話 說真的 我有我 做YouTube的風格 我也都不會去 抄人 有些標迷就說 你學某某人 哪些 學某些YouTuber 講得幾詳細 那些 浪費 我是我 你喜歡看就看 不喜歡看可以過處 我也都不會 因為這樣 而改變我 一貫的作風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知道 我的長處在哪裏 我的能力在哪裏 我亦都不是很 好像有些 所謂的收藏家 對機心的所有的 那些 詳細的東西 療癒指掌 什麼號碼都說得出 我不是的 我亦都不會假裝我是 我會 不過 我相信 我介紹的標 都是我有 我自己獨特之處 如果 這半年 跟開我的頻道 或者 跟開我介紹買的標 的人 一定知道我的 宗旨 和我的風格 我都希望 大家會繼續支持我 支持我的人 會繼續支持我 那我亦都會很努力為大家 發掘更多的筍物 去跟那些 店家爭取更多更筍的標 去介紹給大家的 OK 那 手動上列 這集 那 就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